各位好我是兵子 在众多00外传人物中 冯恩绝对是独树一帜 她乖僻的性格和卓越的驾驶技术 实在令人印象深刻 这次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位外传扛把子的机体 正义女神的改良机 正义女神F型 正义女神F型 编号GNY001F 高18.3米 重15.1吨 登场于外传小说 高达00P 外传漫画 高达00F 驾驶员为冯恩·史帕克 虽然是天使旗下的驾驶员之一 但对天人本身的理念 完全没有认同感 并且是一名罪犯 可驾驶技术却非常高超 甚至微大都难以找到代替的人才 因此还是将它吸收为天使的驾驶员 但平时都会用手铐拘束 驾驶高达时 会在AI哈纳U的坚持下解开束缚 一旦做出违背危大的举动 就会引爆脖子上的炸弹 来了结她的性命 正义女神F型 是在天人正式武力介入后改良而成的机体 相比白色的正义女神 F型的全身都改为红色 头部虽然和之前相同 但天使的任务 是暗中协助天人 为了秘密行动 就在她的面部增加了一个传感器面罩 来遮盖高达的特征 同时这个面罩也增强了本机的锁敌能力 虽然也可以自行拆下 但如果被其他敌机看到真容 通常的任务就会立刻变为歼灭行动 背后依旧是沿用的三喷太阳炉 相比圆锥太阳炉更加不稳定 但拥有更高的出力 千万装备有火神炮 主要用来牵制敌人的行动 左臂是一面基人盾来增强防御 虽然外表看起来和正义女神非常相似 不过在内部的配置上 都已做了优化升级 再加上通红的配色 都令正义女神F型 比以往更加具有攻击性 武器上F型在右腕装备有一把圆形基人剑 折叠收纳在手臂处 并且也和本体一样涂成了红色 后裙甲有两把光束军刀 主武器是基人光束步枪 虽然在这一时间 各势力已经开始研究抗光束的方案 但光束兵器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 和圆形基人剑一样 同样也是正义女神测试的圆形基人炮 也有装备 是F型火力最强的兵器 既可以使用内置的电容 是F型火力最强的火力最强的 profund点 是F型火力最强的高速组 是F型火力最强的高速飞 除了以后 都是F型火力最强的 是F型火力最强的 是F型火力最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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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